我希望这个地方最后的结果再增加黄色区域 就是国文总分跟平均之外 下面多一行叙述 就是国文的最高分是几分 最高分的话其实如果你是个串列的话 那我们用max就可以了 max刮弧然后把b放进去 sum刮弧不是b吗就加这种 因为python里面内建的函数就有max最高分 跟excel的用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姓名部分可是姓名怎么办 姓名就比较麻烦最高分 可是问题我怎么知道 最高分的那个人的位置在哪里 是谁 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怎么样 我底下有提供两种解法 一种解法就是用逻辑判断 如果最高分的留下来 顺便把他的名字也留下来 可是这种做法有一个缺点 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宣告好几个变数 第二个你要做假设三个栏位的话 国文英文数学那你就变成你要做三次的逻辑判断 结果也是ok没有问题 可是就我来说 我觉得这样写好像有点啰嗦 而且程式会感觉比较冗长 所以我会用第二种方法 可是第二种方法你必须付出一个代价 就是你必须学会python里面有一个函数叫做index index index这个函数 其实在eSale里面也有 ok 那我在讲这个之前 因为这个其实有点不太好懂 所以我们就举个例子 eSale应该大家都会 假设我如果用那个什么 用了eSale举例 比如说像这个我把它用eSale打开 那eSale打开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eSale里面我想要知道最高分的话 国文里面最高分那用什么 其实这边就有个sigma这边 最大值就max 那跟他讲说这个范围 最高分是几分 打勾80分 像又拖拉这些都做出来了 有没有 其实如果在python里面 道理是差不多的 最高分很好找 可是问题是谁 是谁 名字 所以我底下有多一个叙述 姓名 到底是谁 所以我们找的逻辑是这样 第一个 先找到 这一个80分它的位置 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 找到了 他找第一个 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 再用那个所影值的相对位置 把它的同一列 本来在b欄 对不对 这个A栏的资料 调过来就对了 这个最后 就是我用什么 用找的 先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再把这个范围里面 相同的旁边的这个刘小华 帮我把它带到这边来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可是问题 如果你用Excel怎么做 其实第一个 大家分两阶段 第一个你需要 大概会用一个函数 叫Match 简式与参照里面有一个Match 包括科文有用过Match 顾名思义 Match 其实有点像是 比对之后相同的 所以Match按确定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找什么 LOOKUP Value 找80分 第二个问题是 LOOKUP Array Array的话就是范围 其实有点像就是串列 LOOKUP Array你要在哪个范围找 就这个 郭文这个范围 帮我找找看 他是在哪个位置 那Match type的话 是不是要完全一样 其实理论上用0就可以 0的意思是说 要不要找接近的 如果输入0的话 就不要 完全一抹一样的 帮我找完全是 一样的成绩80分 在哪个位置 意思是在哪一列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个范围里面 他排第几 应该这个1的话 指的是 排第几个位置 其实就是很 就是从上往下算 算出来 他是排第一个 也就在那个清单里面 他是在那个清单里面的 第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第一列 横向的 OK 好 那我做出来之后都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就用Match 把这个结果再减下 不包含等号 插入的时候 再利用Index Index 那Index 会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 array 就是这个范围 你帮我找这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 roll number 哪一列 其实就是把刚刚Match找到的 就是第一列 欄的话是哪一欄 欄的话是哪一欄 意思说呢 你要帮我把同一列 但是我要抓姓名 所以特别主要 这个栏的话 请你输入1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array指的是这个范围 当然不包含南汇名称 那 roll的话指的是哪一列 这一列 相同的 那哪一栏 这边1 2 3 4 那我要的是姓名 所以这边的话 column number 就输入1就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刘小华 的他的位置 OK 所以特别主要 这边的话呢 可以用match pair index 可以找到 我们要的 当然呢 你可以把向右填满 不向右填满有个问题 这个范围 可能要把它锁起来 F4 因为等一下 那个欄会增加 那其他不变 向右填满 是谁就找到了 好像全部都流 是不是错呢 我后来发现 真的也刘小华成绩最高 如果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英文把它改成65分 底下 你会发现 就找到了 这个时候他就不是最高分 张勇滑才是最高分 OK 那其实 在Excel里面可以match加index 可是在python里面 其实也有类似的这种做法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的部分 我讲第一个 方法一的话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以用逻辑判断 什么样逻辑判断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黄色区域 if 我把那个资料 带进来之后的话 比较一下 有没有比那个 我的bmax指的是b欄 指的是国文成绩 预设值是0 我先读一个成绩进来 有没有比0分高 一定有嘛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那个分数呢 帮我把它记下来 名字也顺便记下来 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有没有比前一个高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替换 如果没有 那就保留 这样意思就是说呢 留下来一定是最高分 而且呢 是谁 有没有 留下来就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用逻辑判断就可以了 那这种其实叙述是还蛮直觉的 那我们可以把 国文 英文 数学 都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需要什么 宣告有 b c d 最高分的一个数字变数 是谁 叫bnam cnam dnam ok 那最后的话呢 其实哦 就分别把那个什么 bmax 最高分 把它输出 bnam 是谁的名字 把它输出到这里 这样就ok了 啊 这个 这个写法的话 我是觉得比较直觉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 你变成你要做很多的逻辑判断 ok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希望做那么多的逻辑判断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python里面有一个函数叫index 可以用index 类似我刚刚讲那个 ecell里面的match 可以查出 那个人的所影值位置 然后再把那个人的名字带过来就可以了 那就不需要这么多的逻辑判断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也许可以简单的利用我刚刚讲的就是 像ecell里面 max 加match index 这个地方可以试做看看 然后呢 我刚刚的这个判断大小 这个程式在云端上也有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果我不用很多的逻辑判断 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这个程式相对简单很多 好 这里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好 我倒 我去 好 好